今天挑战一顿只吃两口 谁让你吃两口呢 只能吃一口 剩下的我就打吃网红辣平糖 这个勺子看起来不错 先从它入口 我在我嘴里爆姜了 打手给我 再来一个最朴素的辣平糖棍 又爆香了 香蕉甜甜 香蕉香蕉 我期待的香蕉 别不急 我还帮你吃 真的也没有香蕉的味啊 哇塞 这个奶酪也太惊日了 差不多得了 这样吧 你的小玉米总归不跟我抢了吧 这该是那个 那也就不能让我好好吃一个 呦会现在是手环都出辣平糖了 你应该是不是看我吞吞不吞的 一买瓶不会还能过奶喝吧 看来是我想多了 怎么样能多吃点爆姜呢 看看你们的爆姜 哇塞 现在萝卜刀都出辣平糖了 这辣平糖好像是实型的 喜欢吃葡萄的 交出手机里葡萄的表情包吧 吃一碗还挺多 呦 吃不吃 吃 该说不说这资套挺立体 诶 这葡萄拉比辣又是个实学的 今天挑战一顿只吃一口 老头棒棒糖 哇塞 直接给我整个巨型棒棒糖啊 比方丑都大啊 一口的话我就先从这个 最好入口的跳跳雪糕棒棒糖 这一口不洒洒水 嗯 嗯 这吃了半天也没在嘴里跳跃啊 继续再来一个口哨棒棒糖 是不会真能吹口哨吧 你真吃了 我先给你演奏一曲 让你吃哪个汤啊 就剩一个汤了 好一口了 这个椰子灰冰淇淋棒棒糖 看起来不错 嗯 真是椰子味的 又忘了你一口了吧 嗯 你们觉得这个便便颜值糕的扣1 这个便便颜值糕的扣2 哦 超乎了我的嘴啊 行行 下一个吧 我好像能吃两口 下一个吃它 这个胭脂糕 蓝色水晶深糊棒棒糖 哎 这怎么这么扎嘴呢 我自己拿来小用 那吧 我里的豆 你这个土锤肯定不知道这叫啥吧 谁说我不知道呢 这叫吃不完的棒棒糖 你好像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一点 哈哈哈哈 哎 你跑了 吃这个雪糕棒棒糖 这把精油剔透了 不会真是冰块做的吧 嗯 这也不平嘴啊 那我再帮你试试温度 你又忘了一口了 最后一个也是最后一口 你肯定吃不完 我好像的确吃不完 好吃得吃也得尝一口味啊 粉丝竟然让我吃200元的龙虾大餐 来好消息了 多大的好消息啊 惠子姐姐 你今天有口福了 挑战就是200元吃一天带龙虾的大餐 龙虾可是好东西 挑战成功 我就让爱吃龙虾的人 交出手机里的8个表情包 不交表情包我都在安排 早上30元的芝士巨龙虾 我就知道今天的大餐不一般呢 上面满满都是龙虾球 还有浓浓的芝士味 又脆又辣丝 下面还有意面呢 有点小麻小辣呀 好久我都没吃龙虾了 枕香呀枕香 这中午是多少人呢 波士顿大龙虾呀 被你猜对了 150元呢 真猜对了 好久都没见这大个头了 只要红彤彤的谁不爱呢 先从他的小尾下手 呼啦呼啦小伯娘 150元就吃着一顿 是不是有点亏了 满满脱壳 这肉质是真筋道呀 腿又嚼劲了 三口就没了 一点都不够严 那里边不够严点 晚上会不会是小青龙呀 想的老美 20元的龙虾面 不是说好了龙虾呢 这不就纯素面吗 你爱吃不吃 说好了今天吃龙虾大餐的 这带还是流心的呢 我还能看见龙虾了 原来是给我藏起来了 这面还是蛮有味的嘛 这龙虾不就来了吗 是真入味啊 碗底可不都是龙虾嘛 好吃了不能再好吃了 跟我一样爱吃小龙虾了 赶紧把表情包浇出来吧 粉丝竟让我吃38元嘎嘣脆的大餐 别电话看手机 你这是失恋了这么严肃子宝宝 你能不能挑战用38元吃一天 带嘎嘣脆的大餐 我特别喜欢听 挑战成功我让喜欢声控的人 交出手机里第一个表情包 这38元 你这是让我提前货三八节的意思呀 现在粉丝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超前了啊 安排安排 嗯 这啥味儿啊 老丈吃15元的硬朵达球 就是这味儿啊 这酱是真臭啊 就这还15元呢 五毛我都不想吃 这皮真的是挺搭风脆的 中午咱们吃点好厚的三只松鼠巨型零食礼包 哇塞 这礼包也太大了吧 哇 随便挑个山腰脆片浅浅一下吧 嗯 真是又薄又脆啊 那那小牛肉 嗯 麻辣辣辣的薯香牛肉味 竟然还有我超爱的日式小盐饼干 就是这个奶香奶香的味儿 我完了还不想吃的 来了 慌啥子嘛 安排上13元的三角脆骨 哇呀 这不是我心心念念的东西吗 经常半夜刷到有人吃这个 可酸到我嘴边了 嗯 真脆啊 嗯 我的牙差点都崩掉了 有那么崩吗 我也试试 喜欢上空的该上脚表情跑了 粉丝竟然让我40元吃一天蓝色大餐 呀 头发正卷 看看你粉丝这样吧你妹卷 都是自家人 还能内战起来 慧慧子同学 你可以40元吃一天蓝色的大餐吗 那不是跟我今天的衣服很搭 我会让喜欢蓝色的人 交出手机里第四个表情包 就成我的蓝手机壳和蓝衣服 必须安排 早上15元的蓝色酸奶休闻 蓝色酸奶 咱从小到大只喝过白色的 第一次见着蓝色的酸奶 尝尝味道有啥不一样 竟然还是椰奶味 这个酸奶味我真的好爱 里面还自带小爆猪 中午西圆的蓝色冰山西米露 蓝色冰山西米露是什么鬼 你也太牛了吧 这么短短的东西都给我整来了 这上面可全是西米啊 太Q弹了 再来一口冰山底座 底座的吃软啪啪的 口感跟嫩红薯似的 冰山的汤汁才是精髓呀 晚上10元的蓝色钻石米露 这咋看着也这么像冰山呢 哇后面还是渐变个粉色 它会是啥馅的呢 闻着好像是蜜桃馅的 慕斯永远就是这么的奶香 这夹馅竟然是樱花味 喜欢蓝色的表情包又准备好了吗 粉丝竟然让我吃一天250元的鲍鱼大餐 快快粉丝让你250元吃一天 你才250呢 慧子你可以250元吃一天 带鲍鱼的大餐嘛 说来我好久都没吃鲍鱼了 你要去挑战成功了 我就让吃过鲍鱼的人交出手机里 第二个表情包 怎么行啊 脱你们的福呀 早上40元的鲍鱼捞饭 这好是好分量有点太小了吧 好有味啊 里面竟然还有虾肉 感觉这个酱汁拌啥都好吃 该说不说鲍鱼是珍贵 40元就是一小颗 吃到嘴里是真Q啊 中午吃啥呀 中午可是150元的鲍鱼 大的大鲍鱼 跟我水长一样大的鲍鱼 你们见过吗 这不要太香 这口水都已经止不住了 就这么拿着诱惑诱惑你们吧 超有嚼劲 就是太大了点 实现了鲍鱼自由啊 这么大的鲍鱼 还不得留着珍藏一下 嗯 晚上再吃啥大鲍鱼呀 晚上来点清淡的 60元的鲍鱼蒸蛋 这不看着也不错嘛 咱只吃过蒸蛋 鲍鱼蒸蛋还是第一次听说 先来口短短的蛋吧 热蛋蒸的也太嫩了点 滑到跟动不脑似的 正头戏 还是算着味的 一口暴雨 一口蛋 人生不要太美妙 你们准备好表情包了吗 粉丝竟然让我吃50元的珍珠大餐 在外面脸都给我冻肿了 赶紧切入正节 你都不能让我暖和暖和嘛 贵子宝贝 你能吃一天带珍珠的大餐吗 还得吃50元的 带珍珠的大餐有哪些呢 我会让爱喝珍珠奶茶的人 交出手机里第一个表情包 那必须走着呀 早上15元的珍珠奶茶冰 哇 这布丁颜值也太高了点 还短短的 看着都有食欲 比普通的布林好吃多了 让我直接上手吧 里面满满的都是珍珠呀 大餐就是不一样啊 中午20元的珍珠爆香蛋糕 这个可以 不过蛋糕呢 这不就来了吗 这么洋气 那咱就来操作一下 挤上个爆香小奶油 还是巧克力味的 再放上个小珍珠 这也太好看了 准备开爆 哇 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巧克力奶油满满香 QQ弹弹的珍珠啊 这个蛋糕超松软 接下来就只剩珍珠了 最后一口 这是又让我有了 铁牌的念头呀 晚上15元的一个大珍珠 加N个小珍珠奶茶 这啥呀 你跟我说这是珍珠 天哪那不像珍珠吗 我可是花了好大劲才整来的 这是普通的珍珠 这是大珍珠 这啥不是个珍珠饼吧 那咱就蘸点料尝尝啥味 哇 这可比小珍珠Q弹多了 这是跟珍珠喂了糯米环子一样 真的超级有嚼劲 瞬间感觉小珍珠不香了 看在大珍珠的份上 还不赶紧交出手机里 你第一个表情包